现在我说出个问题来 哦 念观世音不是那么灵啊 一念就把灾难结出去 但是也有一些念观世音不是不灵的 那怎么回事 你可能有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比如说是 或者会老虎来了 一下子我念观世音不是也没灵 老虎把我吃掉了 或者圆舍祭福歇把我吃掉了 我念观世音不是也没有什么 一点动静没有 也有这种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也很难说的 假设的话 假设我们这么想 这个人 遇见老虎了 张牙舞招来了 那么念观世音不是灵了 这个灾难就解除了 解除了以后 这个人呢 他做了很多的恶事 造了很多的恶事 很多的罪 然后就死掉了 如果要是老虎来了的时候 念观世音不是不灵 老虎就把他吃掉了 所以他就死了 实际上这时候这个罪就没造成 罪就是没造成 而观世音不是救护众生 观世音不是大智慧 和我们音不同 我们音看 观察一件事 就是看眼前 就是看眼前 那大概是明天怎么样都不看不到 就是看现在 就是看现在 所以就是有的说 哎呀灵了 有时候不灵了 就是这样执着分别 观世音不是不是 也看过去 也看现在 也看未来的 那么你说是不灵 念观世音不是 我被毒蛇咬死了 怎么什么的 念观世音没有灵 但是 如果要救护了 他造了很多罪 这件事怎么讲法呢 如果是没有灵 观世音不是一看呢 救了你以后 你会造很多罪 对你也不利 不如你死了以后 再重新换一个身体 能遇见三宝 没有罪的障碍 你能够成功得到了 生到阿弥陀佛不过去了 这不是很好吗 但这件事 观世音不是他不自身 他也不说什么 不说什么的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就是说 哎呀观世音不是不灵 只说这个 这个不灵这句话呀 是我们凡夫右眼所说的 靠不住的呀 所以灵与不灵啊 在观世音不是的 智慧的观察下啊 应该怎么样做 就怎么样做 所以说是 我们向观世音不是 有所求的时候啊 观世音不是 不一定按照你的要求 来做事情 不一定 因为你的要求 不一定对你有利 我们凡夫是这样子啊 自己要欢喜的事情啊 也就是凡夫的眼睛 就看眼前啊 那件事对自己有害啊 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观世音不是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有的时候啊 不灵 所以这个不灵啊 其实就是灵 其实就是灵啊 所以我们应该啊 多读一些经论呢 可能会对观世音不是的 慈悲心呢 会印识的更清楚一点 我们下課了 这个人不是灵的 能死心呢 如果有点灵状 能痴尽 我们下課了 我们下課了